剛才牧師幫我祈禱的時候 他就在拍我的肩膀 開頭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拍的肩膀已經感覺很溫暖 之後我開始放鬆個人 一路就想起我媽媽 好像我媽媽在拍攝我 我好像是去回寶寶 因為我一出生半年 我爸爸的意外就走了 我哥哥大了一年 他就有很多病痛 我媽媽就沒有空理我 他說我小時候 寶寶是24小時不吃奶 只是睡覺 他說我好像很生性 知道媽媽很艱難 我乖到是出奇地乖 24小時我媽媽是不記得餵奶 因為我不哭不吃 就是睡覺 那時候可能媽媽就很少不餓 那時候當然是 但剛才那個感覺好像是 因為我媽媽回天家的時候 她都是我們見不到她最後一面 我們整個家人都其實很心痛 很想見她最後一面 跟她說我們很愛她 和安慰她 有苦力她才走 但不是 媽媽是神一接接她回天家 她突然間有一次病發 就走了 我們去到個個大家都 當然是忍痛 不敢出聲 說自己的感受 大家都不想大家傷心 但是剛才那個感覺就是 好像我媽媽抱著我 在拍我 好像魚仔 暗睡覺 很開心 很安慰 然後很舒服 然後第二樣就是 好像是我媽媽臨終的時候 她拍我的時候 就好像我媽媽拍我 轉頭說 安慰我們 你們不用擔心我 現在在天腐怪裡面 很安樂的 你們不用再 因為這件事 覺得很遺憾 但是參與那個感覺 就好像 她拍我的時候 就好像 我試過做錯事 那是不對的 那感覺 自己的感覺 就覺得說 你做錯事 別人不罵你已經算好了 你還想別人拍你 或者安慰你 就是 那個思想是這樣想 但是那一刻就不是 就感覺到耶穌的愛 就是耶穌是不介意的 就是你做錯事 你真心悔改了 去原諒你 祂是想來拍你 安慰你 接納你 那個感覺就很被接納 就是剛才的經歷 就是耶穌的 就是耶穌的 我講講 我拍的原因 因為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按手拍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不拍就是 例如有些人有起落 就會發覺人這樣 拍的那些起落就會湧流 或者神的愛 有時候湧流 就是說 那個拍的撞擊 聖靈的 影響他 有時候會更強 這個是我的原因 但是他收到 收到不同的訊息 都是好的 正面就好 是正面的就OK了 就是說 有時候有時候 我們廣邪不會拍 或者想他起落 我們會拍 這個就是我的其中方式 我剛才拍你的原因 就是想幫你鬆一點 但是神都做了這件事 都是幫你鬆一點的 OK 好 好 謝謝 謝謝 請我 gross 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